我们今天呢主要来看一下 日本语教育和国语教育 那么呢我们要通过对比他们两个的不同点 来细致的了解一下 两种教育的各自的一些特征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日本语教育和国语教育有什么样的共通点 那么像现在屏幕上所显示的一样 其实它的共通点是非常好理解的 日本語教育有什么样的共通点 两种教育都是要教授日本语的 那我们主要来看呢 它们的不同点 首先不同点呢 我们在这里分类成五个方面 我们现在简略的看一下 这五个方面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内容 首先第一点 トライカタノチガイ 这个呢是指 在日本语教育和国语教育当中 对于所教授的日本语的一个看法 和试点的不同 那么第二点 学习者のチガイ 非常好理解的 它的对象 教育的对象 学习者是不一样的 第三点呢 是学习条件のチガイ 学习条件的不同 第四点 学习目的キノチガイ 这个呢是指两种教育 所要达到的一个 它的目的 其实是不同的 那么最后一点呢 我们说 使用される文法や 教授法のチガイ 这个呢指的是 在日本语教育和国语教育当中 所应用到的 关于日本语的文法的不同 还有就是在 教育現場 也就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 在教室活动当中 所应用的 它的教授法 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我们现在来 主要看一下 这五点的 细致的内容 首先第一点 我们说 トライカタノチガイ 这个呢 我们首先来看 日本语教育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试点 日本語を 世界の言語の一つと トライラレています 这个呢 是指 把日本语 作为世界上 非常多的语言当中的 一种来看待 也就是说呢 它没有拘泥于 就是日本语 这一种语言之内 它是比较大的一个观点 是比较外在的一个观点 那么相对比呢 我们来看国语教育 国语教育当中呢 是这样所说 是这样说的 日本語を 日本国で使用している 日本の言語と トライラレています 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呢 怎么来看待日本语呢 是把日本语 作为在日本国 所使用的 日本这个民族的语言 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 和刚才所对比来看 它是把试点 放在日本语 这个语言之内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狭义的 那么我们从 这两个观点当中 其实可以感受到 它的对象者 应该是不同的吧 一个是 比较 广义的观点 一个是比较 狭义的观点 我们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细致来看 它的学习者 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我们自己 也可以感受到 包括我们自己 作为 日本语学习者 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大概猜测到 我们所接受的 应该是哪一种教育呢 其实应该是 日本语教育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日本语教育里面 它的学习者 有什么样的特征 首先呢 外国来说的话 日本语を外国語 または第二言語として 学ぶ学习者 つまり 日本語を不够としない 外国人のことを 指します 这句话呢 我们来说呢 也就是把日本语 作为外国语 或者是第二语言 来学习的 这样一类学习者 是日本语教育的对象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 外国语 或者是第二语言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们之后还会讲到 就是外国语 和第二语言的区别 我们今天先大致的 来区别一下 他们两个的 就是一些特征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自己 我们在中国国内 学习日本语的时候 我们当时所学习的 日本语的话 是作为外国语 来学习的 那么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来到 日本来留学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在日本语 这个语言环境当中 所学习到的 这个就是作为 我们的第二语言 来学习的 那么总结来说呢 日本语教育的对象 也就是 是不以日本语 为母语的 外国人 但是呢 其实这里边呢 还存在了 就是 一个例外 也就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在下面这个 括号里面有写到 日本语言环境 世界上呢 世界上呢 是存在 就是日系的 什么什么人 这一类 我们可能有听说过 比如说 日系朝鲜人的二世 或者是日系 巴西人的二世 那他们呢 作为归国子女呢 虽然他们的父母 都是日本人 他们都说 日本语 但是因为他们是 不是在日本国内 长大的 所以 虽然日本语 是他的母语 可是他的母国语呢 是其他的 比如说是 韩国语啊 这一类的 所以他是不具备 这个日语能力的 那么这样的一类人呢 他也是作为 日本语教育的对象的 我们这个呢 要特殊记一下 那么就大部分的 普遍情况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不以 日本语为母语的 外国人 是日本语教育的对象 那么这一类 学习者的特点 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 比如说在 就是日本的 日本语学校 学习日语的同学的话 可能都有所了解 周围的同学啊 大家彼此之间 可能都来自 就是不一样的国家 比如说我们是中国人呢 其他可能还有 韩国人啊 越南人啊 包括一些欧美的 其他的白种人 这一类的 那么大家的母语呢 也都是不同的 学习的经历呢 也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学习的时间 可能都有所不同 那么也就是 国籍母语所带来的 文化上的背景呢 肯定也是 有各自的差异的 包括个人的一些 兴趣爱好啊 学习能力 年龄等等的 也是各种各样 非常多样化的 一个群体 再有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日本语教育的学习者呢 其实他在系统的 接受日本语教育之前 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对日本语 没有一个 比较具体的概念 而且对日本语来说 是没有掌握的 是一个ゼロ的状态 也就是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对日语 是一个听不懂 也不会讲 的一个状态 那么相对比来说呢 国语教育呢 是完全相反的状况 国语教育当中呢 它的对象 简单来说 以句话来概括 这个呢也就是说 以日本语为母语的人 它主要的对象 其实就是学龄期的 这些学生 比如说小学生 初中生 那么和刚才 我们说都是外国人 大家都不是 以日本语为母语的 这样是一个 完全相反的状况 那么可想而知呢 国语教育里面的 它的对象怎么呢 背景 年龄啊出身呢 基本上也都应该是一致的 大家的状况 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那么多样化 是比较单一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呢 这些学习者 他们从系统呢 接受国语教育之前呢 对日语就已经是一个 有掌握的状态 是会说 也能听得懂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 它具有一定的 日常绘画能力 然后才开始接受的 国语教育 那么这样的话 它和就是接受 日本语教育的 日本语学习者的状态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通过 学习者的差异呢 我们也引导出了 它在学习条件上 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我们接下来看 第三点 学习条件的差异 首先在日本语教育当中 我们说 一般的には 義務教育ではないです 这个我们都很明白 就是义务教育是什么 义务教育的话 我们是有义务 有责任来接受的 但是日本语教育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的 对不对 它并没有 我们学习日本语 它并没有一个义务 掺杂在里面 而且我们接受 日本语教育的机构 来说的话呢 现在比较多的就是 在国内来说的话 比如说在大学 我是以日本语为专攻来学习的 或者呢 是在语言学校 这个语言学校呢 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 国内的语言学校 或者来到日本之后的语言学校 这两种情况 现在都是非常常见的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像我们现在屏幕上 写到的这个 地域のボランティア教室 这个呢 是指比如说 我们在日本所居住地的 区医所 市医所 这样的地方 所设立的 然后是由 就是当地的一些志愿者 来组织的一种 日本语教室的这种活动 它的主要的作为 这里面作为教师的人群呢 主要是一些 居住地的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日本语教师 来进行的一种 这种无常的活动 通常呢 是以一对一 或者小组 总之是少人数的吧 这样那种形式来进行的 一种教助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进行日本语教育的 这种教育机关呢 其实它是非常多样化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且对于学习者来说 因为它不是义务教育 所以才选择的方向 也是比较自由的 那么相对来说呢 国语教育 我们说国语教育的话 和日本语教育 恰巧相反 它是义务教育 也叫国民教育 这个我们非常好理解 其实在我们国内 也是存在这样的 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到达学龄期的儿童 它是必须要 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那么日本的国语教育 也是属于这个范围的 那我刚才也说到 小学和初中嘛 所以国语教育 它进行的机关呢 也是比较单一的 是有所规定的 也就是像小学校 或者中学校这种 公立的教育机关 所进行的 那么我相信这一点 非常好理解 但因为它对比度 是非常高的 就是在两个领域当中 是非常不同的 一个是比较多样化 一个是比较单一的 是有义务的 那么我们下一点 来看一下 学习目的的不同 在日本语教育和国语教育里面 虽然它都是教授日本语 但是它所要达到的目的 相应见的 虽然不同的 我们来看到 日本语教育里面呢 外国语或第二言語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通过日本语教育 我们要让学习者 把自己所学习的这个 日本语 也就是作为外国语 或者是作为第二语言的 这个日本语 达到一个相应的水平 这个相应的水平呢 主要是迎合 学习者的一个逆子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需求 具体来举例来说的话 比如说 我们现在大部分同学来说的话 到日本学习 一个现在最首要的目的 就是比如说 我想考大学 我想在日本考大学 我在日本考大学院 这个新加哥进学的问题 这个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那么日本语教育呢 对于这一类人的话 就是要满足他们 帮助他们 来提高他们的日本语水平 以至于能够达到 他们进学的目的 那么另外呢 还有呢 比如说就职 也就是学习者 想要在日本的会设 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呢 通过日本语教育 然后来使学习者 能够达到相应的水平 从而完成自己的这个目的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日本语教育的目的 迎合学习者的这个需求 使学习者 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目标 那么相对于 日本语教育的目的呢 国语教育的目的 也存在于就是 提高日本语能力 的这一点 但是他呢 主要是这样 是说的 那么这个呢 是指把作为 自己的母语的这个 日本语 也就是 句子的话 就是现代日本语文法 能够更好地去使用它 还有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 这个日本语的一些 言语思考能力呀 能够让它有所提高 这个是国语教育的目的 那么还有一点 最后一点呢 我们说 日本人としての 人格 人間形成に 寄与すること 这一点呢 其实是相对于 日本语教育的目的 来说呢 是国语教育里面 非常特殊的一点 它是具有很深层次的 含义在里面的 也就是说 要培养 作为日本人的人格的形成 在日本这个社会里面 你的人格的形成 它是有这个深层的含义 含在里面的 其实换作我们自己 来理解的话 我们在小学初中 也包括高中吧 就是我们所接受的 语文的这个教育的话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 一个目的 在里面 我们呢 也是要通过学习语文 然后来 提高我们自己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一个意识 那么来更好地认识到 就是这个深层的意义 这个呢 在日本的国语教育里面 其实在各个国家的 国语教育里面 这一点都是共通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关于在日本语教育 和国语教育当中 所使用的 日本语的文法 和所应用到的 教授法的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文法的不同吧 那么现在看 这个表 我们所列举出来的 这个分类的表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 看出两个是有对比的 那么呢 虽然说 日本语教育和国语教育 它的教授内容 都是日本语 但是 它在很多的分类方法上呢 是有很大不同的 包括称呼上 我们来看 在日本语教育里面 日本语文法 被称作 日本语教育文法 而在国语教育里面呢 日本语的文法 被称作为 学校文法 我们具体来看 它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 动词的分类 那么在日本语教育文法里面呢 是把它分为 一グループ 二グループ 三グループ 这样比较简便的分法 那么相对的呢 在学校文法当中呢 一グループ所对应的是 五段活用都市 这个我们说 所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具体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 读书的那个读 语 还有写字的那个 这样的呢 也就是所谓的 一グループ つまり五段活用都市 那么 二グループ呢 分明的是 一段活用都市 在这个里面呢 还细分为 紙一段 还有下一段 那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通过 举例子来说明吧 比如说上一段的话 見る 看 这个词 它是 見る的话是 いる 为结尾的吧 这种结构呢 是属于上一段 那么下一段呢 举例来说的话 比如说覚える这个词 记得 还有食べる 吃这个词 它是以 える为结尾的 那么这个结构呢 大多数呢 是属于下一段的 它都属于一段活用动词 也就是 那么在日本语文法当中呢 把它统归为 统称为 二グループ 那么接下来 三グループ 我们看对应的是 可変動詞和 三変動詞 其实这个非常好理解了 它只有 单指两类词 一个就是 来这个词 来这个词的变化 还有就是 何々する 例えばね 勉強する 運動する 的这个变化 指 指这两种词 但是呢 也不再做细分 在日本语教语文法当中 统称为 三グループ 那我们接下来呢 看活用型的称呼 首先呢 在日本语教语文法中 被称为 这样的话呢 在学校文法当中 是被称为 连用型 日本语教语文法当中 所指的 ルケ 自称系 也就是词书型的话 在学校文法当中 是称作为 中指型 或者是连体型 那么 在日本语教语文法当中的 表示否定的 ナイケ 在学校文法当中呢 是被称作为 蔚然型 还有看最后一类 我们所说的 形容词的称呼的话 一形容词 所对应的 イケ 所对应的话 在学校文法当中 就是形容词 那么 ナケ 所对应的呢 就是形容动词 我们其实看 在动词分类啊 活用型的称呼啊 包括形容词的一些 教法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对比 日本语教育和国语教育 两个的区别来看的话 学校文法这一边 其实是比较 繁杂的 称呼上来说 对于日本学习者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难记的 它里面的规则的话 很多是比较难以理解的 但是日本语教育文法的话 其实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它实际上 把一些形态上的特征呢 和它的称呼 结合在一起了 这样的话 就能使学习者 在应用的时候呢 能够更好的 来联想起 它在形态上的这些特征 也就能加快呢 学习者的理解 和应用的这个过程 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它 我不知道大家在 就是接受日本语教育的时候 是应用的哪一套文法 来学习日本语的 可能还是就是 应用现在比较新型的 就是日本语教育文法的 这一套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 可是可能也存在 一部分同学呢 是应用了学校文法 来学习日本语 比如说国内的有些大学 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 国内的大学呢 有很多学校现在 还在用学校文法 来教授日本语 可是我觉得呢 假如说接受过 学校文法的教育的同学的话 可能更能深刻的理解到 日本语教育文法的 这个分类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说我们之后呢 作为我们学习日本语教育 我们今后要作为 日本语教师来教授 就是学习者日本语的时候呢 还是要以日本语教育文法的 这一套分类为主的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最后一部分 关于教授法上面的不同 我们看 这两个表的对比很明显 就是国语教育的这一边 有一点 就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 日本語で教授される 也就是用日语来教授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因为它的对象者 都是以日本语为母语的人嘛 所以非常理所当然的 大家之间共通的语言 就是日本语 所以要用日本语来教授 那么在日本语教育当中呢 它其实是分为两种的 一种呢 是现在比较主流的 也就是不使用媒介语的 直接法 也就是我们说 我们的目标语言 就是日本语 对不对 那我们在学习日本语的时候呢 就要直接用日本语来教学 日本語だけで 日本語を教える方法 这个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日本语学习者 大家的背景呢 都各自不同 母语呢 也非常的多样化 所以 为了能够达到一个 公平起见的 这样一个目的吧 还有就是 学习效果 这一些也包含在里面 还是要 直接用日本语来进行教授 但是呢 比如说 大家之间 还是有共通的语言存在的 比如说 大家都会英语 那么如果 在日本语教育的 这个课程当中 用英语来进行授课的话 可能这些学习者当中 也包括了 很多的来自英语国家的人 他们的母语就是英语 那么对于 这一部分人来说的话 可能这个课程 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理解了 他的接受效果也会非常好 可是呢 同时也存在 其他的有一部分人呢 可能他们并不是 以英语为母语的 所以 英语也只是作为一个 媒介语而已 理解程度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那这样的话 大家之间 学习者之间的接受效果 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最后 学习的成果的话 也会有很大的 不公平的成分 在里面 这个是我们说 为了能够 保证 在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些公平性 所以就不使用 类似于像英语这样的媒介语 而直接使用日语来进行教学 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那么我们说 直接法呢 它其实不光有就是 不使用媒介语 直接用日本语来进行授课的 这一层含义 它还包括了能够提高 最终的学习效果的 这样一个 意义在里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直接用日本语来授课的话 其实更有利于学习者 能够把这个语言的含义 和语言的形式 结合起来 这是直接法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说直接法呢 现在其实日本语教育当中 比较主流的一个教授法 那么还有一种呢 其实是在 就是日本之外的国家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 国内学习的时候 也是比较容易被采用的 一个方法 也是比较老的一个方法了 叫翻译法 也就是使用媒介语 媒介语を使用する 日本語以外の言語を使って 日本語を教える方法 比如说呢 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也是中国人 我们的同学 大家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用中文 来进行日本语的授课 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些文法 或者学习一些文章的时候呢 老师呢 可能会先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来促进大家的理解 那这种方法呢 就是典型的翻译法 其实翻译法呢 还是在日本之外的国家的 日本语教育进行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 可是在以后的 日本语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呢 还是要以直接法为主 以翻译法为辅的这样一个 这个方向来发展 也就是说教师呢 在进行日本语的授课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该积极地采用直接法 然后在学习者 在理解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些误区 不能理解的地方的时候呢 教师可以灵活地 加以一些翻译法 来达到为学生解答 这个疑惑的目的 然后能够使学习者 更好的去理解 这个学习内容 这样呢 也是非常有益于 这个课堂活动的进行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总结到这里 主要通过呢 对比日本教育和国语教育 之间的不同点 了解到了他们各自的一些特征 那么我们今天就会玩的 也会玩的 我们今天就会玩的 并且我们 Enfin 这会非常好 很多频道 是不一定会玩的 很多频道 我们今天就会玩的